我们常常在什么小三啊桌间的新闻当中会看到征信社的这个出现啊 征信社常常又打着这个叻狗的名号啊 为什么都是叻狗那都叻狗啊不是叻狗啊叻狗啊叻狗啊叻什么东西 猴子到底是招谁惹谁了 猴子是不会讲话抗议但是呢有动保团体就替猴子发声了 说不要教人家污名化 好了有征信社的这个业者悬赏十万块来征兴的商标 但是呢两万多件大家的创意怎么样都摆脱不了叻狗 台语专家说其实啊猴子是无辜的 长期以来呢大家都讲错了搞得现在猴子才这个真的是生殖人心呢 在大陆远配上门抓小三态度凶狠 在台湾各大真心业者有的请一人代言 有的主打侦探全是美女牌 还有真心业者因为抓小三台语被称为俩膏 商标画了一只穿西装的猴子 弯着腰提着鞋子捏手捏脚偷偷摸去会小三 这样的广告让爱护动物的人士看了很有意见 男生好像被丑化的这种 对啊对啊 那种词句给我的感觉就是属于负面的 我不喜欢 连真心业者也觉得不妥 公开征求新作品还寄出奖金十万块 不过最后却从缺 收到两万多件的这个真稿活动 可是都脱离不了猴子的关系 那我们就是依照政府的法令 那我们就配合政府的这个命令来走 我们就是暂时先不使用这个商标 事实上抓猴两个字为什么会变成抓小三的代名词呢 曾有网友提出说法 其实不是抓猴子 而是抓水中的动物 好 因为台语发音抓狗和抓豪 真的很像 才会被误传 原来抓小三根本跟猴子没有关系 也不是猴子天生好色 猴子被误会很久了 但台语专家说对抓猴的由来 有另外一种说法 猴子跟人是比较哺乳类动物 而且会比较接近的啦 连有人都讲 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他也会讲话 不然猴子给他感觉是压高压高 应该是顺口溜的关系啦 原本的抓猴广告 业者想改版 没想到寄出奖金十万块 民众创意还是脱离不了 抓猴压高的说法根深蒂固 也让无辜的猴子长时间被污名化了 中南新闻 林宾辰宇柔台中采访报道 中南新闻